接著我們要複習的內容叫做光 光的內容很多 考試的配考的東西非常多 第一個是比較簡單的光走直線跟引直 第二個也算是愛好的叫做反射定律 還有一個更愛好的叫做折射定律 然後你要怎麼反射定律、折射定律 然後配合它們呢就有一個面積的成像 並且有一個透鏡的成像 所以這也是愛好的內容 然後再來一個光學儀器 這邊的光學儀器平常相隔連考的比較少 比較少一點 但是呢我們會考近視野跟遠視野 這個有考過 我都指的考過是指的學測 這個內容考過 還有一個也考過很多次叫做光跟遠視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在這個部分 我們所需要學會的重點 第一個呢我們要教的是光速跟光的直線前進 光的本質是個電磁波 我們平常做的光是可見光 它就是電磁波 它是橫波 因為它是電磁波所以它不需要介質 所以它不需要介質就可以傳波 完全就可以傳波 然後呢 光不需要介質就可以傳 有介質也可以傳 所以光可以穿過空氣 光可以穿過水 光可以穿過玻璃 在玻璃中可以傳 在水裡面可以傳 在空氣裡可以傳 有介質也OK 那麼這是一個重點叫做光在真空 或者是均勻介質的時候會走直線 我們講過什麼叫做均勻介質 就是密度一樣 整個密度是一樣的 均勻介質它會走直線 如果密度不一樣就不會走直線 是後面要交的所謂的折射 然後呢 光碰到那個不透明的東西 後面就會形成椅子 因為走直線過去被擋到 所以後面就沒有光 所以就有椅子 所以椅子的形成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好 像這些東西都是椅子的現象跟應用 日軌應該是歷史老師有教的 三年前第一課我要教你日軌跟月軌 然後呢 這個形成剛剛跟你講的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還有一個針孔成像 大家可以看到 這都是光走直線的證據 光會走直線 好 就是要針孔成像 好 針孔成像 一個光源透過一個針孔 在後面會形成一個像 這叫做針孔成像 好 這邊有個重點 這邊的一個重點是 它成了是一個導力的石像 重點是 啥叫做石像 石像就是光線實際有匯聚的像 大家看到光線真的有到那邊 光線實際匯聚的像叫做石像 它是一個導力的石像 上面走直線到下面下面 下面走直線到上面 就會導力 至於放大跟縮小 是要看那個距離 大竹跟針孔的距離 跟針孔跟後面的那個螢幕的距離 那這個如果有人考過計算 那個計算是用簡單的 數學的相似三角形算 所以我們不再講 本來它就是叫針孔成像 它是一個光走直線的證明 它所形成的像是一個導力的石像 石像就是光線實際匯聚所形成的像 那邊有一個導力的 有一個導力的 真的有一個導力的